今天帶給大家的賽事由斗山熊對上恩西恐龍 單人先發的就是台灣的王維中 所以他被打的拳雷達會比較少一點喔 一上來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從當軟弱接到之後的船向逸壘 逸人出局有一個好的開始 都換跟金仔換 這時候是著打著鎮繡兵 哇 這個就真的是厲害了 你要有球之後還是把球帶得很進來 最後一個牽制看來是抓到了 哇 這一個動作相當的有水準啊 經過一個夾殺之後 王維中要來試試看跑跑看了 我們看這一次的感覺 跑者是準備投手一動他就要跑了 最後決定是要做一個牽制剛好也抓到了 而且王維中非常好的一個部分是 他有去一雷補位喔 才有辦法能夠參與這一次的夾殺 所以今天就有兩個好的表現 游擊方向再度考驗游擊手 哇 這球接著沒有很乾淨 再傳向一壘 來得及 喔 蠻驚險的啊 也算是成功的封殺了跑者 那王維中蠻開心的拍拍手 謝謝 你再來到二局上半 這個時候第一顆喔 就讓無知愛一打出三壘方向的軟弱滾地球 對 那王維中在上一場比賽結束的時候 他的訪問就有提到說 他的 現在他是比較要求他的控球這個部分 就往左外去拉喔 可以到登陸三十 就是接近結束了啦 只是 就是二軍的季歐賽其實 沒有什麼重要 兩個壞球很積極的進攻 三壘方向 哇 這個有點危險啊 偏高的球入揮棒落空 只有136 哇 塞進來133 揮棒落空 關鍵時刻飆出了一張老K啊 再上來代打 可能就要小心了 偏低的球揮棒落空 揮棒落空 哇 關鍵的2K啊 得點圈的機會沒有得分 目前兩隊0比0 對 那當然 喔 金載浩 如果他上來手喔 一定是他會去手遊擊喔 哇 左外野方向的高飛球 喔 這一球 有點心驚膽跳啊 右外野落地 哇 這是一隻長打了 這球繞過一壘 要上二壘應該沒有問題了 郭城範趕快回船 喔 看得還蠻準的啊 但是許敬明腳程本來就不錯 這球帶到中外野方向 打得沒有很紮實 中外野手移動了非常遠的距離 最後叫左外野手 喔 趕快回船喔 哇 沒見球衣都亮出來了 都不見有 哇 中外野方向 真的很會打左頭喔 這球繞過三壘 許敬明腳程不錯 但是船高了 喔 很可惜啊 在這個打擊被敲出了一隻帶有打點的安打 斗山熊隊取得了1比0 其實這個角度比較高喔 用來手的話喔 其實本身不管是手配範圍 還有傳球能力喔 都是 比較不足的啦 稍微可以利用一下 回棒落空 無所謂有接住啊 也結束了這一局進攻 不過靠著普堅佑的安打 目前斗山熊取得了1比0 大家的輪到 哇 又要小心了 是金仔浩 轉外野方向的平飛球落地了 是一隻安打 哇 金仔浩 兩個打席都敲住了安打 真的維持了很好的手感喔 這顆球投得不理想喔 安打都很多隻喔 右上來抓第一顆喔 一樣的攻擊方式喔 外角球控得準 哇 漂亮的配球 把金咪給K掉了 比較靠近的話還是想去碰碰看可不可以破壞掉 哇 這一球運氣有點太差啦 而且還被打者繞過了三壘 再傳一下二壘 齁 運氣的二壘安打 打得沒有很強勁啊 剛好在二球之間的滾地球 但是落點剛好集中在雷包上啊 改變球的路徑喔 另外一方向的高飛球 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決定有沒有要拚呢 傳向本壘羅承範是有雷射尖的 二壘方向的滾地球 考驗浦玉米 這套球之後傳向一壘 被封殺出局也結束了這一局進攻 斗山熊隊留下兩個殘壘 還是1比1領先 五局上半王維中繼續投 有應該身體上在出身 並且發動一次倒壘 連續三場比賽都有安打 但是這一個時候是被K掉了 左外野方向的平飛球 哇 羅蒂爾又是一隻安打 鄭秀斌真的很恐怖啊 特別是面對左投手他的打擊率是超過了五成啊 游擊方向傳染出去 哇 今天的二三棒啊 完全沒有辦法壓制住喔 他當然剛剛那顆球 王維中 出棒比較慢喔 回棒落空 哇 今天王維中的危機 處理能力真的是非常好啊 再標一次關鍵的三陣 有一些傷勢喔 所以休息一些時間 哇 左外野方向的高飛球 王維中再度成功的瓦解十分危機 目前抖三雄還是1比0領先 一壘方向 哇 這個時候一壘所謂要幫幫忙啊 剛剛那個變速球全掉了 二壘方向穿來出去 這時候魯特帆要趕快處理了 跑著繞過二壘之後往三壘去拚啊 哇 帶跑的五載圓啊 也展現一下腳層跟判斷能力啊 噢 跟外角 哇 這一個球真的被他拉起來了 又阿也方向穿得出去要掉分了 不過這一分是因為失誤上去的啦 棒子擺了出來 王維中接到球之後傳向三壘 哇 傳歪了 喔 有點可惜啊 但是時間上來講 有一點機會啊 但蠻拚的啦 來看一下時間上來不來得及喔 時間上其實也蠻拚的喔 但是捕手很明顯喔 就給他指示是往三壘去傳 反應稍微是比較慢 滾地球 上一頭接到時候先傳本壘 成功擋住了這一分 沒有打好 這球要考驗遊擊手了 順利的接殺出局 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游擊手接到之後拋給二壘 精采的結束了這一局 滿雷沒有再多掉分數啊 不過靠著代打上來安打 也搶下了一分 目前斗山熊隊2比0領先